我是范围晶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二轮的比赛 很高兴能够和周赫阳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 赫阳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企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深圳龙华队的陶欣然八段和重庆队的李轩豪八段的比赛 那么我们现在就为大家带来这盘棋的讲解 对 这盘棋是由李轩豪八段直黑 对 这个应该说是第二轮 虽然是刚刚开始 但是应该说也是双方也是慢慢的已经都进入状态了 可以说是 应该说这两位棋手还是我们中国的现在 可以说也不是年纪大的棋手 也不是年纪小的 应该是我们中间棋手 这两位都其实本身名气有可能不像柯杰那么大 但是呢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是 而且我印象中这两位棋手都是战胸过柯杰 而且是很轻松的战胜 哦 那确实是很具有实力 对对对 今天他们两个相遇在一起 我们看看啊 谁更气高一招 好 那直盘棋呢 黑棋是下了新小木 白棋以二连新应对 对 围甲联赛呢 它跟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赛是不太一样一些 嗯 一般说头前站啊 或者什么番棋啊 会要拆先 像我们围甲联赛是排兵布阵的 对 所以说这个黑白棋是能 赛前就要定好了 嗯 所以说像李山豪今天拿到黑棋 他不是拆先得到的 嗯 是教练排他下黑棋啊 对 这样呢他可以提前做些准备 好 黑棋是走了小木 嗯 白棋腥味 嗯 下一步是走了一个单关手脚 嗯 这个也是还是比较少见 嗯 接下来白棋下一步 白棋是点脚 点脚 嗯 点三三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法了 嗯 这个是越来越多 以前都是分头啊 挂脚 这都是二十年前的老下法 对 但自从有了AI之后啊 是 是 现在几乎是职业高手的对局 基本上 欣慰不点脚 都不叫这个职业棋赛的棋谱了 对 好 黑棋选择党 嗯 黑棋选择党在这边 党这边也还是很有意思啊 要以前的危机理论一定是党这边 对 发展方向在这边 对对对 但现在呢 大家决定这个 这个想发展这边往往是党这边 当然跟我们之后的这个定势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嗯 爬 飞 飞 嗯 下一步白棋下了一步 还算是比较少见的一手 嗯 是走得脱了 是吧 脱 嗯 现在是最常见肯定是 简单的应对就是顶了扳 嗯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下法 嗯 接下来如果这么下的话 各位棋友一定要记住一下 这个接下来配器一定是要扳了断 扳完了断 嗯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也是一个AI的定势啊 对 这个下法也是非常流行 如果这样的话大约是会下成这样 嗯 吃 来 这么下 踢掉 打吃 粘上 吃掉 这样的话是也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定势 嗯 走这个 嗯 这样黑系的发展方向一下又转到这边来了 对对对 这就是我我们刚才说他为什么不挡在这边挡在这边的道理啊 因为这个在职业棋手来说这个定势现在非常常见 嗯 这样下呢他其实最终还是要发展这边 对 是吧 嗯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记住一下 嗯 手术虽然很多 但是现在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下法 嗯 这个定势黑系也很灵活 对对对 随时可以选择转方向 对对对 这样尤其我们能看见他这个第五手棋啊 他这个关在这儿 嗯 明显是要现在比起来这个无有角要好一些 嗯 这样这边碰起来会白系差很多 对 嗯 实际上这个下法 黑棋还是一个一个 一个一套非常成熟的舞剧 嗯 白棋显然是不答应了 嗯 应该说这个下法 下成这样也是还是非常常见 但实际上白棋应该说还是 没有下这个最常见的啊 还是下了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下法 嗯 他实际上是选择这个拖 嗯 接下来黑棋是斑 这个米式飞刀 对 然后再顶 顶 这个时候黑棋是会能挡了 如果挡的话白棋这个把这个 对白棋吃掉了 这个黑棋是 笋在先 对对对 这个其实很早以前也是一个老定士 啊 但是呢这个现在来看这个老定士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 嗯 这个笋这个白让白送一个责还是很大的 嗯 现在是黑棋是 退 强行长 嗯 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下法了 嗯 这个下法我们确实也是有个叫法啊 叫米式飞刀 对 这个是米一亭九段是特别爱下的一个定士 之后的变化就 嗯 超级复杂 对实际上是断在这 对 就是比较 也是 这个断在这好像稍微简单一点啊 对 如果是断在下面是最复杂 这个是米式飞刀 这样黑棋再接一个 然后白棋再藏出来作战 对对 这个就非常复杂了 这个让我什么再压是吧 或者很多下法 嗯 嗯 实在呢 应该说 陶欣然呢 还是 这这盘棋 他应该还是 没有准备是走 这个最复杂的下法 嗯 他应该说 我猜测也是有备而来啊 嗯 还是这个下法 他实在是断在 断在上边 嗯 这个 我觉得下出来的次数还 比较少 对比较少 没有那么多 嗯 但是在这个职业 比赛的棋谱里头是 我是见过的 嗯 还是这个下法比米试飞刀要简单一些 嗯 嗯 很战 然后黑棋下一首棋很有风采啊 对对对 这个定式最主要的要先看争子啊 嗯 很多棋友就是说我们背了很多定式 但是还要知道他这个之所以啊 嗯 这个 如果这个地方黑棋有个子儿 这个如果被人家争死了 这个这个下法就完全不能考虑 嗯 他这个棋一定是跟争子有关系的 白棋必须得争子有利 白棋争子对 嗯 应该这么说米试飞刀 你要下这个先托的话 一定要看争子 嗯 应该说跟这边断也有关系 嗯 不管你断哪边 就是说白棋的争子一定得有利 才能这么选择 否则黑棋这么下的话 白棋是比较 比较麻烦的 嗯 下一步应该说黑棋也是 哎 下得非常的 飘逸啊 飘逸 飞一个 在这儿飞一个 打吃肯定是不行 白棋要跑出来 打吃的话 它肯定是跑出来 争子不利 然后断年也很多 嗯 所以这个棋应该是 飞 飞这个步棋 客观点说 这不是我们这个人类先下出来的 啊 对 这应该是人工智能先下出来的 对 这个棋型的感觉 比较特别 对比较特别 对 要是比如说以前像如果我第一次见到的话 如果我不能争的话 可能会选择 跳这个 下这个跳一个 但跳呢 有可能 这个就是白棋脱先 黑棋下一步也不好 没有实战的下方好 对不对 很明显 是 就这步棋 真的是很难想到 嗯 看上去以前会觉得有点奇怪的一个形状 但是呢 但是这个人工智能下出来之后呢 确实觉得还是非常的 非常 实用 非常的让人惊讶的一手棋 我觉得啊 嗯 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要还要注意一个变化 就是黑棋如果走在这儿的话 啊 这样的话 白棋应该说这个地方下阀也是会比较多了 嗯 好像有很多个下阀是吧 对 有加 有飞 有鸭 鸭这个都有 都有 嗯 飞好像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 飞一个 当然前提都是争子一定要有力啊 对 嗯 加我好像也见过啊 加这个 加这个大概就是 清零闪过 闪过去 就没有大型变化了 对对对 大家这时候最 大概现在争子有力 应该是这个是最凶狠的 嗯 总体来说好像这个白棋还可占 对对对 这样飞过来 这样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个 如果如果吃的话 这样就白棋 哎 是不是这样就把它给吃了 嗯 是吧 这样争子有力 对 沾上 再一壶 如果打 那就跑 嗯 一下的话 我就这样可以先长就行了 嗯 这样争子你 我已经有力了 对 这个黑棋应该是 恐怕不行 不能接受 嗯 对这个地方啊 还是非常复杂 所以实战呢 黑棋的选择 应该说是非常简明的 嗯 黑棋是 飞一个 嗯 那飞一个 这个白子 现在也 不太容易 动出了 对 嗯 你可以动出来 但是你动出来之后呢 就是 就是越走越揍 越走越重了 对不对 这个你比如说你顶 嗯 我这个 我就退一个 嗯 这样你就必须得走了 嗯 你走完之后 那我这边黑棋先动手之后 再补回来 那当然黑棋是比较满意的一个下法 嗯 但你如果吃呢 我动出来的话 你这个形状还是不佳 嗯 所以它这样的下法是 就是两边都坚固了一些 这种感觉 对 嗯 如果跳呢 你就是白棋吃住之后 你这个下一手 没有下一手 嗯 你就只能这么跳加 这个力道要差一些 嗯 所以这部棋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手棋 飞这个 嗯 那么实战呢 白棋是打吃 对 先把这个补好 对对对 黑棋也有了下一手棋 哎 就是 乖大 这样是 应该说 这样黑棋的补的方式 还是挺厚的 嗯 应该说 只除了这个啊 这样补肯定是最满意的 对 当然这样肯定下不出来 嗯 所以下成实战是 这样的一个形状 嗯 白棋这个时候 不依不饶啊 下了一个这部棋 对 离这个后视那么近 对 嗯 这部棋还是很有 很有这个用意 啊 对不起 是什么用意呢 其实 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棋友们 如果说 有一定实力的话 应该已经能猜拨出 这个白棋的这个用意啊 嗯 他还是瞄着什么呢 就是瞄着这个 跑这个针子 嗯 这个确实有点让人没想到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的子力非常多了 对 这个地方 而且白棋还搬了一下 但是呢 这个时候仔细看的话 确实这个地方白棋 如果针子有力的话啊 直接跑出了 直接跑出来了 嗯 我们假设说现在黑棋啊 我们不动脑筋的这地方攻他 逼住拦住他 那白棋现在不是说这么跳出来 这个地方白棋是有杀招的 直接跑出来 对 跑出来 嗯 这一跑的话 如果说这个字跑出来的话 那这个打现在其实并不好了 嗯 现在 你 你要蒸这个是蒸不掉的 因为这地方人家是 在那个腥味的话 就直接跑出来了 嗯 所以你只能从这边吃 嗯 那这样白棋 这个子刚好有用 对对对 就看到这个子的用意了 对 这样白棋把这一跑出来 嗯 应该说黑棋现在 如果像是这样的话 黑棋应该是已经 非常非常的头疼了 对 嗯 自己的后世瞬间变成不活的棋了 对对对 嗯 这个棋 黑棋如果说要就这几个字 还就在往二路上走了 嗯 当然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把这四个字弃掉 弃掉的话 这个 这个也是被白棋先手扒一层皮啊 这个有点 有点大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木树 这样白棋先手扒一层皮 还是有点满意的 对满意 嗯 尤其这个棋如果说被提成这样之后 黑棋补完这个的话 我们能看出这个字 其实有点 有点尴尬 对 这个棋好像 是离过境了 嗯 还不如不走啊 对对对 走在上面效率会高很多 对对对对 嗯 对这个棋 白棋这一手棋 确实是 明目张胆的威胁 对对对 这个下一步马上就要动出来了 对 嗯 这个棋 这个棋应该说 豪欣良既然这么下 嗯 我觉得大概他就是准备了这一招 啊 让你有点难受 嗯 这种棋确实对黑棋来说是有一点点的心情不太舒服 对 我补一个呢 你有点怎么样 重复了 对 你说这补一个太重复 嗯 但我要攻你呢 又又又又那个什么 也不敢攻 嗯 这个棋 黑棋现在是遇到了一定的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对 我们看看李先豪是怎么下的 嗯 实战呢 黑棋直接是拖先挂脚这边 同时也起到一个消解白棋这个争子的作用 对 嗯 应该说他最主要还是为了防这个争子 嗯 然后应该是最高效率的防这个争子 嗯 既在这边挂一个又能防住这个争子 嗯 这个对白棋来说呢 看看你走什么 对 这样 如果你现在啊 你不能跑这个争子 那你要是说你就是拆个二的话 嗯 那黑棋也不着急了 那就黑棋先在那边动手 慢慢走 嗯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用意 嗯 但是白棋使这样的下法显然是不答应 对 应该说这两位棋手都是我们中国现在是比较中间的这个棋手啊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对棋来说是非常熟练 对 应该这个下法我猜测有 虽然是下了已经是二三十手棋了 但是他们也许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也有可能能模拟出来 哦 尤其用人工智能 用中国的这个决议啊 都能模拟出来 嗯 所以是有背而来 嗯 这个不好讲 那个要看他们俩谁更用功一些 哦 我觉得 谁背的更熟 对对对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因为现在尤其刚开局的话啊 嗯 是很多棋手是应该这么说 以前像我们这代人的话会跟同就是同水平的棋手大量的这个研究布局 对 现在的棋手应该说是跟大量的是跟人工智能在这花时间研究布局 哦 那这个布局的种类非常多 那就看谁记得这个这个手术更多一些 然后研究的更深一些 嗯 是有是有这方面的要考虑 确实 嗯 白棋下一手棋 感觉也是 两棋手都是年轻气盛啊 嗯 就在这个局部 对 这个展开了一场战斗 对 这个就是要引征 对 很明显 这个棋应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下法 嗯 就是说这种棋一下来呢 就是双方就绞杀在一起了 对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很简单的下吧 因为我对这个没有研究 那我会找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引征方式啊 嗯 一个是拖线嘛 但拖线会觉得稍微有点有点软弱啊 想引征 因为这地方有有有跑着征字 如果我想的话就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走这个 哦 尖冲 尖冲 很简单 对 你冲 我就跑了 对 你只要冲我就跑出来 就被引上了 对对对 这样正好他是 他是正好是这个你走什么我这个地方都能跑出来 对对对 那我就不敢硬了 你那我就是你你硬不硬了 那你就这边你自己做选择 我得补一个 你补梦那我我这也简单了 我就冲下来 嗯 这样白戏也是这边便宜了 对嗯 这个这个就要看黑戏的应对了 一个是他有可能会冲出来 也有可能冲出来 冲出来他这个就是我们选择那个戏子 就选择这个这个戏子的方法 那这样就像刚才贺阳老师说的 我这部戏我就不用走了 我就可以省掉了 对对对 他是有有我猜测他有可能会这么 有这种可能性啊 这样这个这个不能说黑戏没这个可能性 是有的嗯 如果想成这样的话 这个应该说是黑戏的气魄还是非常大 通过把这边气了 然后然后走外式 这样呢你这手戏的交换呢 应该是我如果为模样的话 你肯定稍微损了一些 对 当然白戏也可以说我这地方再再再再洗进去 再这个打入进去 这当然 我先捞点时空再说 对对对 这个如果喜欢实际的气魄 我建议可以选择这样白戏 你就是说不怕他这种模样 嗯 这个呢就是说 尖冲是比较好 好理解的下法 就是AB建核 你冲出来我这边就肯定能跑出来 你补一个 那我也行了 我就挡下去了 对不对 就是你要这边补一个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是可以 你比如说应该虎一个补是不是 你补一个那我这个我就挡下去 就挡下去了 这样的黑棋大概会再攻过来 怎么攻过来 这样就另外一盘棋 但是不管怎么说白棋如果这么下 非常简单明了 就是你走这个我就走这个 你走这边我走这边 是 这种棋就是跟棋风有关系 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后发制人的棋手 就喜欢这种 就这么简单明了的这种棋风 嗯 就是简单的下法 简单一点都好 但是实战不行 对 实战就是 他是想要搬下来 效率更高 可以这么理解 追求更高效率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 你如果走呢 嗯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 虽然你这个地方先走一手棋 比如说你在那边走 我这地方还可以跟你什么 强行给你再断上去 咱们就单说这边 他说我也不怕你 他是有这种道理 我这一肩冲呢 你如果是肩冲 他一冲出来 那肯定是黑棋这边是占优的 占便宜的 嗯 他这个棋 是特别狠的 对是比较狠的 就是比较 应该说比较那种 比较狠的棋手 比较较真儿的棋手 对 就我这个地方也不会 我要不带引证 我还要 我这地方也不吃亏 两头都要 对对对 一方面我这边 阴着你这个 我可以跑出来 然后另一方面 这边你要敢跟我战斗的话 我就跟你战了 你也不见得便宜 对对对对 就有点得理不饶人的感觉 对点上 可以看出 陶欣然的这个棋风 对 应该说是一个 比较狠的棋手 很狠的棋 我要是实战当中 看到这部棋 我一定这个瞬间头大 对对对 头大如斗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 我也是 就是这样的棋手 我也是很害怕的 他一走 哇这个你 你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就这种感觉 你越硬 这个地方越复杂 这个地方是很挠头的 是 但是还是得硬 这个地方 黑棋呢 也是选择了 正面的应对 对 直接搬起来 搬起来 白棋 这个就是黑棋 这边也不肯退 让这边 他也要撑住这个针子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 白棋就断上来 跟黑棋作战 对 黑棋 扭十字长一边 扭十字长一边 应对 现在呢 是这样的 黑棋呢 是可以吃这个的 这个蒸子啊 棋友们可以稍微 如果有棋盘 稍微自己摆一下 简单的话是 这个蒸子是 以为我们这都打一下 就能跑 但是是跑不掉的 这地方 棋友们可以 自己稍微算一下 还是被打死了 所以白棋这个下法 为什么说他复杂呢 就是这个下法 看上去好像 有几个打 是能引到的人 但是好像没引到 但是呢 他也不怕 就是说 他还继续跟你在这边纠缠 但这个地方 白棋 我的理解 他为什么要尝着一下 就是说 怕纠缠这边损多了 他怕黑棋以后 有可能从这边 哦 气掉了 气掉了 对 他是有点担心 所以他有点是 先问一下 但这手棋肯定很损的嘛 因为黑棋以后 就算提一个的话 那比刚才我们 补任何点都好 先自损八百 先自损 对 自损八百 之后这个 还不知道能不能跑出来 对对对 因为这边呢 很复杂 因为这个地方 确实黑棋也很凶险 因为黑棋 等于被缠在一起了 我一旦这个地方 能跑出来 那就厉害了 这个地方 白棋还是很凶狠的 想着 那这个 白棋是继续压 白棋继续压 这个问到黑棋了之后 黑棋打吃 白棋长 对 这个形状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地方 白棋多这个打也还是跑不掉 这个地方我们棋 我们稍微可以自己看一下 现在还是跑不掉 对 这样应该是 刚好是这么被打 在从这打 这么打 这个地方白棋还是跑不掉 这个针子 这个棋型呢 初初的一看 总觉得白棋怎么都跑出来了 但是你仔细看 还真不是 所以下棋最重要的是 针子不能算错 所以这个如果针子算错 这盘棋就马上就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棋白棋还是得长 黑棋 斑 白棋 断 这个 下的很激烈 这个地方 对 黑棋压过来 压过来 这部棋是可以说 这部棋是一个关键的一首棋 应该说以公为首 对 本来是白棋是朝朝都是在瞄着这个针子 现在黑棋是这么一下来之后 黑棋是要反征白棋 要反征这两个字 我们见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针 这个地方有针 这个地方也有针 然后这也有个针 有三个针 对 那这个棋 接下来白棋应该怎么去应对 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这个时候 黑棋压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针子 这个地方有一个针子 这边还有一个针子 白棋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是 应该说是碰到难题了 对 那接下来白棋的这部棋 也是很强硬 对 扳头 那么一方面防住这个针子 另一方面防住这边的这个针子 对对对 因为黑棋这么这个地方能看见 如果这么针的话 这个地方有了这个籽呢 我这个是叫吃了 你是跑不掉的 对 这就是你针不掉我的 你往这边走呢 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多了这个籽 你是 等于我这个也是相当于 我把你带响了 你也是针不掉 对 有点那种叫 我们叫一子解双针 这个感觉 对 所以这个 这部棋还是非常 实战性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很多棋友 如果说能从这地方开始算 算到压的时候 能算到这个斑的话 那就证明你已经有一定的实力了 现在白棋一斑 这个 该轮到黑棋下了 对对对 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地方的这个定型啊 就黑棋选择了一个特别大气的一个下法 对 应该说他也是从这边下的时候就影响到了 他就先单扳这个 单扳 这个不能随便打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气了 如果你先打的话 这个因为这个双方是 这个勺子 扭在一起 这样他就把你整死了 对对对 因为双方的气都很短 都是基本上都是两口气 这个谁 谁先把对方蒸掉 那就是谁 谁就就惨了 可以这么说 对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 这是一个失败图 千万要小心啊 对 还是班 还是要继续蒸这个字 是相关联的一手 跟这个班 白棋是 打吃 先把这个补上 是 黑棋 打吃 白棋管 其实看着这个时候 黑棋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毕竟这三个子 是在白棋的包围圈 之内 对 正常的感觉会觉得 这个棋 白棋已经成功了 这个我这个 你现在是蒸不掉我的吗 对不对 当然他还跟这 还是有个争子 他是跟这个 但是白棋呢 看上去算得很 还是很 这个下法 还是很凶险 但是确实这个地方 是没问题 没有问题 他立下来 应该说这个地方 又出现一个争子 黑棋其实要算出 很多个争子来 如果这么打的话 这个要不说有贝而来 我都不信 这个 这个一招不胜 就 这个棋肯定就崩盘了 对 这个要算出这个争子 对 那这个字又有用了 刚好 黑棋有没有贝而来 我是不知道 白棋一定在有贝而来 对 因为他每个子 都是恰到好处 是 这个恰到好处 这个子 我们说他走的时候 应该算到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说没有研究的话 这很难算到这 对 说 就算说这个职业其手的 这个计算力很深啊 很远 但是我也不相信 他能算到这么远 是 这个地方正好是防住了 这个字 对 这个地方还是 这盘棋是算争子 是要算很多时间的 但是呢 争子可千万不能犯错 一犯错就是输一盘棋的代价 黑棋看上去是有点 有点 现在是 这几个字是 应该是有点到了绝境的感觉 看上去黑棋是有点 有点那个什么 没办法了 有点吃亏 对 但仔细想想 黑棋确实 似乎也是 好像也是一个转换 他等于是 正好他提在这边 他气了这几个字 然后外面这边的后视 是非常的舒服 对 另外我们这个后视之后呢 这个增子是 可以说是 几乎是 可以忽略了 因为这边 没有严厉的引征了 对 你基本上 这就是在我的乌龟壳上去引征 那是不太可能了 这也是黑棋的一点好处 对 所以这个下法呢 也许李先豪呢 看上去气掉这几个四个字 有点损失很惨重的样子 但是也许 他也有边的 也是 所以这个 这番棋还是非常的精彩 两个人呢 是下属一个很罕见的棋型 黑棋逼住 对 虽然这个地方黑棋 这个全部变成了白棋的空 撕掉了之后 但是 这一块也是很可观呢 对 现在看就是这个白棋 这个跑这个有点 得不偿失 对 这手机亏了不少 这个有点惨重 不知道他当时 这个确实他有犹豫的地方 如果先不跑呢 我 黑棋应该是绝对不会这么下了 黑棋不会选择这个定型 对 因为这个再跑这个争子 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嘛 那这个棺子啊 包括这个做活都会差很多 但是呢 他不先跑呢 这边我们就不知道他黑棋会不会这么下了 我猜测不会这么下了 是 多少也是计算在他这个地方 白棋是白损一个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地方两个人是斗智斗勇啊 应该是下得非常精彩 最后是形成了一个超级的一个转换 转换 黑棋这块模样还是非常可观 嗯 高手的棋就是这样 让你觉得好像有一方要崩盘的时候呢 又形成了一个转换 然后又回到最初的棋点啊 这是试一下应手 黑棋点了一下 白棋点了一下 点了一下之后试一下应手 对 黑棋是利 这个地方 他是没敢 没敢 没敢走在这里啊 这个肯定是最凶的下法 嗯 如果这么下的话 应该会继续搬 嗯 你吃的话 油 应该是他准 腾挪也好 腾挪这个 嗯 你你搬 搬我 断啊 这种棋 这样就看不清了 再利用这个档 嗯 这是白棋是希望能这边出棋 这边肯定是黑棋的基本控 嗯 所以在碰的时候可以说是考验一下它 嗯 利 嗯 这是利 这样的话脚上是不是留下了一个打结之类的火棋手段 白棋 嗯 长碗了 对 斑完连斑 对对对 应该是味道非常不好 嗯 这个地方明显是留下了很浓厚的味道 啊 对 这个黑棋如果说要想吃它脚肯定是最简单是捂在这 嗯 但是这我们说它是怕那边 嗯 黑棋还是看中这边的孔 对 哦 实际上白棋手机很神气啊 何耀老师 嗯 这个 这边明明已经把黑棋吃掉了 可是黑白棋这个时候呢 哎 又往这提了一个 是 啊 这手机是何用意呢 这手机就是我们说的等一等一下 等一等 等一下 他觉得这样的话 以后这边肯定是能出棋了 啊 然后这边 让你这个是外面也少一个吃 他大概觉得是 这个 把这个权利啊 本来你是两边都保留一下 嗯 我把这个权利 没 让你就没有了 啊 然后看你先走 我再决定我的怎么倾销 嗯 应该说这是一个 呃 一个比较冷静的下巴 嗯 但是不太容易发现 对对 不太容易发现 不太容易想到这手机 对对对 正常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技术会愿意在中间走一个 对 嗯 毕竟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比较好啊 嗯 这盘棋 嗯 这个题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对 嗯 因为从前面我觉得白棋下的还是蛮激进的 对对对对 正我们正说呢 看陶欣然这个棋风很激进 然后他这首棋转回来似乎要跟我们说 也并不完全如此 对对 这首棋应该这么理解 很隐忍 很隐忍的 对 前面的下巴可不是隐忍 全都是最狠的下巴在那下 对 但突然一下在这个 这个这个转 这个转变有点大 连我们这个 我们讲期人都看得有点 有一点吃惊 是的 虫非常极端 然后转向另外一个极端 对 很很 本来很凶狠 然后转成一个很隐忍的下巴 似乎 陶欣然是想让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全面的棋风 对对对 隐忍我也可以 这个转变有点惊人 对 如果是我 我的棋风已经算比较后发的人 但我都觉得有点隐忍 这不及有点想不到就是 对想不到 想不到 这个思路 不太容易让我们理解 因为这边已经很大了 还是很想就是就算跑不了争子 也是想在哪儿 什么吊一个 对不对 就这样广快要要限制一下他 嗯 但是这个时候陶欣然是走在这里啊 对 还是 那实战黑棋补在这儿 我觉得这首棋就很舒服了 对 这个 这块碰还是很大的 那么白棋也不敢再深入 实战是吊在这儿 对 那黑棋是认为这个地方我围住就可以了 我可以接受这个 程度 然后黑棋就围在这儿了 对 嗯 黑棋应该说是成功的把这块大控围住了 嗯 然后白棋拖先 经营自己的下边的这个模样 对 这个下法就是白棋需要需要比较好的判断力 嗯 就是说黑棋这块控还是非常惊人的 嗯 白棋呢 就是应该是他选择了一个对围的下法 嗯 应该能看出来 唐欣然大概是觉得形式还是不错啊 或者他觉得这边还是有棋 没有那么可怕 对 那实战 黑棋也是 继续 继续扩张 进行他中复啊 嗯 白棋长 开始开始动动 黑棋挡住 嗯 冲 挡住 嗯 搬 搬 嗯 嗯 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些棋的 对 对 嗯 黑棋也是下的非常简明 嗯 长 长一个 嗯 这个地方出棋肯定是有的 嗯 这个地方 嗯 简单一点就是一猴就应该就有棋了 嗯 这个棋行 实际上不我这一打一尝是要要你的那个问题 对 然后我如果补的话 你当然可以吃啊 吃就跟上打结了 对 吃就打结了 打结 嗯 你补的话 这样应该是个打结活 嗯 做个研究打结活 对 这个 这个你是 我可以铺了 这个是个打结活 嗯 这个里面是留下了一个火角的 对对对 留下了一个火角的一个像法 嗯 那定行是这样之后呢 白棋继续的啊 保留这个火角来扩张自己的左边 嗯 黑棋 这手棋 嗯 好像很有意思啊 对 这个时候呢 黑棋既没有选择从这儿掏 也没有选择从这儿打入 嗯 它是选择在上面靠一个 对 嗯 这部棋也是很少见 嗯 嗯 它还是有点间接的要想照一下这中间 尤其这个子 这个子的话 白棋如果以后能冲出来的话 还是非常可观的 嗯 所以它这边如果子力多的话 那我就以后不见得是长了 我有可能强搬 甚至我大使你都有可能 嗯 就它是有点这样间接的去照应一下这边 嗯 黑棋就是想压缩一下 然后照应这边 对对对 嗯 思路很明确 白棋搬 嗯 黑棋就搬下 那就破白棋点空 对对对 嗯 这样就是 黑棋是 白棋冷静的沾 对 黑棋长起来 黑棋也是看白棋的下法 嗯 白棋如果刚才是搬这边 它肯定是搬这边 嗯 所以你搬这边就黑棋搬这边 嗯 看白棋的选择来定 白棋继续贴 黑棋长 嗯 白棋搬 搬 长 这个地方定型 其实呃 比想象中的要简明 嗯 嗯 很简单的一个定型 然后黑棋飞过来 嗯 应该说 李仙豪这盘棋下的 有一点我们的这个 日本的一个传奇奇手啊 五更正树的这种 戚风的感觉啊 嗯 虽然没有走三连星 但是这个整个的 这个它这个下巴 是很符合这个 宇宙流的这种下巴 是一个大模样 对 它就它你能看出 它一直在 在照耀着这些中烟 嗯 所以说这个感觉 还是非常非常 至少赏心悦目 看上去啊 这个这个宇宙流下的 还是非常漂亮 嗯 前后思路很连贯 对对对 白棋拆边 拆边 嗯 黑棋这个时候点脚 点脚 这个是要试一下应手的 试应手 这个地方要是有活棋 要是有打结的话 就很好了 对 这个地方近活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如果能走出个打结 已经非常成功 就跟这个角差不多 对 但是白棋是显然不答应啊 白棋是挡在这儿 要吃黑棋 对对 这个很凶狠 嗯 很凶狠 黑棋爬 这个也是它 为什么从这边搬 连贴了好几下的 一个用意 就说这个角 它已经准备 就是下这个时候 它应该是已经准备 要静吃它了 嗯 如果这地方再做事打结的话 那就重复了 应该是在两边 对 那实战白棋是飞 完了退 这个肯定要硬吃黑棋了 对 这个下法还是很 有点有点吓人 嗯 但是确实白棋的子力非常多 对 黑棋飞 白棋尖 尖 黑棋 茶 嗯 黑棋这个时候是 是 黑棋是没有走了 对 这个地方 它一看 补了 把这个给补上了 既然你把我吃 那我也把这个吃净散了 对 这个形状 我们可以稍微注意点 这个地方就是 黑棋挡一个肯定是先手 白棋应该是会贬 必须得贬 这样呢 黑棋压是压不到的 这一下 压的它是不会走在这 它可以补在外面 这样你搬这个 我就竖这个 你挡的话我退 这个形状是死棋 死棋 所以说他一看呢 这个地方压是后手 他觉得应该是跑不掉了 嗯 所以他也是留了一点 这个味道啊 对 有点先不动了 嗯 把这个给吃掉了 嗯 这样的话 这个局面就简化了很多 对对对 嗯 基本上都是 嗯 实控 实控了 嗯 这样就是 双方各的围了 就黑棋是围了一个大模样 白棋是围了好几块 嗯 这样看看谁能这个谁的空更多一些啊 白棋跳 跳 压缩黑棋 黑棋长 白棋粘上 然后黑棋再长进去 这个也是铺掉白棋这边的空 对 那么白棋继续把这个冲死 把这个冲死 嗯 这个也是很有价值的一部棋 对 另外一个这样 这块棋就就这块大空就可以说是变成白棋的 嗯 嗯 这样 嗯 这样的话这个棋盘上的这个变化又缩小了很多 是是是 嗯 应该说从前面双方下得非常紧张 哎 很刺激 但是后面其实两个人倒是都达成妥协了 你围一块我围一块 对 没有说我要这边破你 你非要破我这个感觉啊 嗯 没想到这盘棋竟然是一盘 如此简单的收束局面的棋啊 对对对对 是这样 然后黑棋把这个地方给围住 围住 嗯 这样这个刀是肯定是彻底的死掉了 嗯 然后白棋飞 飞 嗯 这个地方黑棋有一点薄 有点薄 嗯 最简单我一尖就行了 对 所以它是 所以黑棋还是得硬住 嗯 硬住 黑白棋 走了一下 这个时候跳了一个 嗯 这个一下子就可以连回去了吗 嗯 因为黑白棋很厚 嗯 它是压我就退就行了 只要是 只要这个你接不过 没有接不归就行 嗯 你跳我也是 跳也没用 没有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就爬完了 白棋可以冲断黑棋了 这个黑棋也不行 冲断 嗯 它自己是有断点的 黑棋 所以 这个黑棋 就尖了一个 就把这个地方也回出 对 应该说两个人前面是互相上 现在是大家你围一块我围一块 这个都都能接受 就靠了一个 对 实际上靠了一个 走 然后 搬进去 搬这个 嗯 这个时候黑棋不能打 刚好被白棋打 对 吃回来了 所以黑棋还得硬去 嗯 黑棋硬的也是很强硬啊 寸突不让 嗯 能多围一点就多围一点 对 现在是 现在应该是互相就比控谁 谁控多谁赢了 嗯 这个时候虽然都很大 但是如果木树接近的话 确实是这个一木棋 就有可能决定胜负了 嗯 是 所以这个双方还是得 紧着点走 这个棋 黑棋是 搬住 白棋 你看白棋这个也有 这个收束的这个下发 这个也很凶狠 对 现在黑棋也是下得很凶狠 嗯 黑棋现在是直接把它提了 嗯 这个地方白棋 白棋是很想吃进来 对对对 吃进来的话 黑棋肯定不能粘啊 粘我这被你的袜空了 对 他一定是要反击 嗯 那我提掉呢 提掉 嗯 这个时候黑棋应该也是只能长 你如果吃 吃我就打结了 这个结黑棋受不了 有哪结 黑棋应该是只有长 嗯 这个白棋现在有点难受 如果白棋 这个尖的话 这个棋 应该你也只能尖 你如果走这儿 我是应该夹住 直接被夹死了 对夹住了 只能尖 只能尖 就是尖的话 那我如果这样打结 你应该白棋也还算能接受啊 嗯 但是黑棋 黑棋先冲一下 先冲一下 肯定没什么亏的 那这个棋 这个一个是先打一会儿结啊 嗯 这个可以打结 真打不赢的话 好像可以再忍回来 对黑棋可以直接吃回去 是这个 这个顶住 这个好像没什么问题 白棋好像转一圈不便宜 啊 而且黑棋还可以先打会儿结 这个棋肯定是免费的啊 免费的啊 所以白棋 白棋不能 可以白棋 不能直接打进来 不能打进来 打进 就打进来 是可以打进来 但是不见得便宜 走一圈 你心里打进来 但是你打进来不便宜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打进来是不便宜的 所以实战白棋呢 是在这里 虎了一个 虎了一个 嗯 虎一个 就是 还是想先手便宜一下 嗯 打 打这个棋 打这个棋 想把黑棋打回去 对 这个应该 因为这个棋 白棋很轻 这个应该是 白棋的权力 对 白棋找棋了 打吃一个 打吃 黑棋 提掉 嗯 白棋提回来 这个棋应该 白棋能获胜 对 因为白棋太轻 白棋其实受 嗯 黑棋粘回去 嗯 白棋把这个长 长转 嗯 还是照料一下下面 嗯 正常应该是提掉这个 但提掉的话 它煎进去 不好围大概 嗯 这样不好围 嗯 所以它还是要 还是要把上面围住 把上面围住 嗯 黑棋也是尖 嗯 白棋爬 嗯 跳 长 这个地方两个人下的 还是非常的细腻啊 嗯 它是有病在这 对 它是病在这 这个地方是能吃掉白棋 对对对 然后你这边也现在肩不断我 肩的话把你全打死了 对 其实它简单点就粘回来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说对白棋威胁不大 嗯 它一定要走在这 这个现在就是可以说 我们说的是功夫棋 嗯 一点一点的再 再抠这个木树 对 对 肥棋现在下的也是非常细腻啊 细腻 然后让白棋自己粘回去 再去粘上 嗯 粘上它主要是要瞄着这个尖断 对 这有急 嗯 这个地方不能出错 黑棋下去的话 这个白棋 一挤就完了 完了 这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这个棋没得收了 这个错误太大了 嗯 然后 嗯 黑棋吃 吃这个 接下来就这不吃 嗯 相当于这个地方比粘好的 就是这个地方还多了一个T 对 嗯 多了一个T 很细腻 嗯 这个 应该说本来是个节 现在我一下就把你提过来了 对 你说好多少 大概好个一目棋 两目棋的样子啊 哦 一两目棋 嗯 好的其实也有限 对 但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两目棋就很大了 对 应该这么说 对于细棋局面的话 这番棋如果是一个 很细棋局面的话 那还是影响很大的 嗯 如果说赢了10目20目 那确实没什么关系 是 嗯 好 那实战 黑棋是尖 嗯 剪这个 嗯 嗯 嗯 剪这个 白棋 跳过 跳过 黑棋冲 这都是黑棋的先手 对 嗯 白棋挡 黑棋冲 白棋挡不住 只能退 对 应该说是围的 还是围住了 白棋看上去挺凶险的 但是还是围住了 这个棋 是啊 嗯 然后黑棋冲 这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力 对 都是黑棋的权力 那它是退 退 这要不吃 双打吃 有个双打吃 小心啊 然后 黑棋再冲 这应该是独秒了 这个应该都是劫材 对 应该是独秒了 嗯 把这个吃掉 吃掉 双打吃 我觉得这盘棋点幕也要点很久 嗯 就要点 这个点一阵 看起来好像这个收官 好像比较简单 嗯 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收 这个 怎么这个局面形势如何 这个判断起来 我觉得很需要时间 是是是 这个控作很长 全是大控 白棋挡 这个地方也很细腻 嗯 正常的我们说这个地方会接一个 嗯 接一个以后就是白棋先手斑瞻 嗯 但是虎呢 这个时候就会 黑棋不走的话 我这个一虎 你这个如果要挡 我就有可能会形成结征了 嗯 这个如果你要退 我就等于跟沾比便宜了两目棋 多便宜两目 两目棋还是很大 对对 一步棋我觉得还能容忍 两目棋像这种戏局面是不能容忍的 是 这个差异性太大了 对 所以这个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部 收官的好手 对 是 这种棋倒是 如果说再凶狠一点 还有一种下巴 可以这样连斑 对 这个下巴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的棋友们就是其实还是值得学习的 有这样下巴 这样它如果 它如果打嘛你就把它打回去 就你截材绝对有利的时候是可以这么下的 你如果退呢就都甚至都可以脱先了 你它这么打的时候你再虎住 等于我让你本来有的人还有可能你会逆收这一下 我等于让你逆收都逆收不了 我让你直接粘到这 这个是太狠了 这我们就说你要是一个这个劫王 就是说你现在劫材绝对无敌的时候可以这么下 嗯 实战呢是虎的 皮棋提掉 然后白棋搬到了 先搬这个 对 然后把这下拐了 搬掉 嗯 对 然后白棋搬掉 这都是白棋的权力 嗯 这是可以便宜 嗯 白棋把这个一沾 这也是有五木齐的价值 对 黑棋沾这个 白棋沾 沾上 打持先手 白棋沾上 黑棋丁 现在就剩下一两木的棺子了 现在应该还有这个这个最大了 四木齐的棺子 嗯 这个应该是 黑棋应该是先把 最后手的 能走到的都走掉 冲掉 先手 这个这种冲是先手一木 我们或说是后手两木 嗯 这个地方是基本功 对 挡住 挡住 然后再 粘上 嗯 白棋 扳 黑棋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地方必须得 这个霜 要不走这个被冲死了 嗯 这个一定要小心 黑棋 粘上 嗯 粘上 然后 走住 爬掉 先手一木 冲掉 这个冲掉 对吧 这个冲掉 好 那像这样的话 这盘棋已经没有 这个木树了 已经没有这个木树可收了 对 嗯 那么最后这盘棋是黑棋 收后 对 剩一又四分之三子 也就是说是个盘面十木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盘面十木 嗯 这个最后黑棋是盘面十木 这个应该是收完了 嗯 嗯 这个盘面十木的话 应该说 还是优势 对职业棋手来说 还是比较明显的了 嗯 可以这么说 虽然是 还是挺细微的 赢了一又四分之三子 但是十木的话 你是不可能翻盘了 应该这么说 哦 那整盘去总结一下的话 嗯 应该说前面是非常激烈 但是后面的转换呢 是双方又下得非常的简明 我觉得 嗯 最后看应该是 李先豪 他的整个的判断 会更加真 这个精确一些 哦 所以说白棋是前面看上去很凶 但是最后呢 是没占到什么便宜 嗯 哦 那整体来说 黑棋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对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